缅甸内战日趋激烈 为了补充兵员 缅甸军方加大了征兵力度 却导致大量缅甸年轻人出国躲避兵役 另有许多人则选择加入了反军方阵营 缅甸中央征兵委员会主席丁昂山 警告下级军官们要招募足够的新兵 必须达到参加兵役训练的目标人数 如果被征召入伍的人不参加训练 将采取严惩行动 丁昂山表示 目前很难达到新兵训练的目标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以达到第三期训练的目标人数 但缅甸国内议论 虽然已经到了第三期 但兵役法相关具体章程至今没有出台 但兵役法原法规定 不参加服兵役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明来在建军节表示 将利用新培训的新兵夺回在若开邦 克勤邦 善邦 以及克勒尼邦失去的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 据缅甸媒体报道 军方颁布兵役法后 各地的年轻人纷纷来到叛军控制区 接受军事训练 为革命军增加兵力 其中许多来自各领域的年轻人 加入了缅族人民解放军 在克伦邦某地进行了新兵训练 现在一些新兵已经参加前线战场服役 缅甸军方数据显示 目前有630万名男性青年符合兵役法资格 而暂停了女性服役 军方宣称前两批只招募了自愿入伍人员 但根据地面消息是透过抽签和强制招募的情况 导致很多年轻人逃离出国或参加反军方阵营来躲避兵役 另外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明安来发布命令 宣布在八个军区服役的所有各级人员 被视为正式军事人员 必须随时做好24小时作战准备 缅甸国内议论 这是缅甸军方在安全方面 已达到非常重要的紧急情况 凤文山上部缅甸冰雾轮报道